好 继续带你来关心在南区的消息了 玉里镇的春日里就有一名学生因为放假回到部落 第四天就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 像是感冒 那么18号的晚间就前往了在地的诊所就医 院长感到不对劲就进行快筛 那么是有阳性的反应 赶紧是通报现在正在等待后续的病毒核酸检验的结果 目前这名学生已经在医院隔离当中 玉里镇公所也马上启动扩大的清销工作 清洁队人员全部武装进到部落就进行大规模的清销工作 这是玉里镇的春日里 在18号晚间传出有一名学生快筛有阳性反应 现在正等候后续的病毒核酸检验的结果 目前这名学生已经在医院隔离当中 一听到消息 玉里镇公所清洁队就立刻出动 所以做一个初步的快筛之后 有一个阳性的反应 所以及时的通报我们相关的卫生医疗的系统 所以卫生医疗系统部分的外面马上也启动 把这一位疑似的一个切诊者 马上送我们荣敏医理的分院来做一个相关隔离 这名学生因为放假回到部落第四天 感觉身体不舒服像是感冒 18号晚间前往里安诊所就医 院长感到不对劲进行快筛有阳性反应 赶紧通报 里长也赶紧在部落广播呼吁民众外出时 一定要戴上口罩落实防疫 那个小朋友是从花莲回来乡下 回来之后得到以后 今天早上全部广播 包括春日社区 泰林社区广播 就是请大家出门全程戴上口罩 华林县19号新增74例的COVID-19确诊 华林县多处地方出现确诊者的足迹 多所的学校也都有确诊的案例 政公所也呼吁要多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 以及是否有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共同来防疫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